今年鹿谷香冬茶比赛在12月份即将登场 先议员徐树霞表示茶农门都紧锣密鼓的开始准备比赛 欢迎爱好茶叶的民众一起来鹿谷香品尝今年好喝的冬茶 多年来我们鹿谷香春期茶区很大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卖动 22月车我们已经开始搞地了 所以鹿谷香我们这些社会的地龙已经非常紧锣密鼓 要来传我们好的冬茶来参加鹿谷香所基盘的冬茶的一个比赛 所以适合在这里也欢迎我们这些爱喝的我们这些好朋友 冬茶茶已经出来了 不要忘记鹿谷香目前已经有冬茶茶喝喝了 今年良好的天气让冬茶发育相当良好 让茶叶产量增加了约一成左右 林县正说有些茶农工培茶叶会感觉越培越顺手 越培越香而掉以清新 导致培得过火过热焦化 造成无法补救的窘境 请大家要注意 今年当地因为气候有孙 所以山娘有丹谷香 大家有一声作用 今年若要向我们的比赛地 就要更主要就是因为 它的变质好 气候孙 它的甘水粮比山地处真处 这种味道很好 因为甘水粮有的人味好 会往过头去 因为越烤越香越香就冻不住 放到火热就好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参与制茶工作 茶农林伟信表示 返乡参与制茶推动地方农业让他非常有成就感 也感谢父亲的教导让他的茶叶烘焙技术越来越纯熟 这些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这想说我也很爱台湾才能做台湾 这我们爸的工夫还不错 这我学习的工夫 才把妈妈这么增进 所以我们就好心情 都要整个我们爸的功劳 这样帮我教我什么行为 我从中做这个工作之后 这个第一个工作之后 我跟他做有荣誉展 因为我爸爸这样把技术传给我 所以我这几年要去这间厨 让他创新之后 包装也要创新 这样才有我们的力量 才才能提供出力 议长和盛丰感谢茶农们的辛劳 制作出好喝的茶叶 欢迎爱好品名的民众 一起来到鹿谷来喝茶 记者卢宇凯鹿鹿谷香采访报道